在过去很多期视频里 每当我发的内容和三角架有关的时候 就会看到很多小伙伴留言和弹幕跟我说 试试马小鹿的三角架吧 于是我终于听大家的话试了试马小鹿 这一试可不要紧 还爱上了 所以这期视频我就是来想和大家聊一聊 作为第一次使用马小鹿三角架的一些感受 那本次测试的是马小鹿的MT2542和MT3542SV这两个型号 它们是两款专业级别的碳纤维三角架 那如果您的拍摄对稳定性要求很高 千万别错过今天这个视频 马小鹿这两款三角架给我的第一感觉呢 就是两个字 精致 那先不说这三角架啊 就冲这包也得给个好评 这是我目前见过做工最好的三角架包了 特别是3542这款的包 制作的非常精美 特别的厚实 安全感十足 那拿出三角架呢 各个的细节都体现出了马小鹿的精致 可以看得出在设计的时候呢 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十层碳纤维的脚管呢 在保持重量轻的同时提供了足够的稳定性 说实话呀 我真心推荐大家去购买碳纤维的三角架 不仅在重量上轻 而且它还结实 您看我这个铝合金的三角架 没用多长时间全都刮花了 角度调节的设计呢 很顺手 不是那种弹簧的 这样呢就不会容易坏 而且呢还不会加手 中轴的最下方啊 都是带有挂钩的 我这个移动电源呢 终于有地方了 而且这个挂钩的设计呢 特别帅气 2542呢是旋转 就可以把它给拧下来 3542的设计啊 不仅外形帅 而且拿下来的方式呢 要更帅 按下这个按钮呢 就能够把它给拆下来了 长排野外的小伙伴啊 会非常喜欢这个脚套的设计 把它拧下来呢 你会发现 哎 它是内置脚钉的 不需要额外的安装 省时省力 而且呀 不用再单独购买和携带了 真的是很方便 三脚架在设计上呢 分为有中轴和无中轴两种 那由于中轴呢 占有一定的空间 通常无中轴的三脚架 它的腿呢 会更粗壮 更稳定 马小鹿MT2542呢 是有中轴的设计 但是啊 您看它这腿并没有很细 而且整体的体积呢 和无中轴三脚架 几乎是一样大的 甚至它还要更紧凑一点 而且呢 稳定性和无中轴三脚架 几乎是一样的 这些呢 都要得利于 它这个异形中轴的设计 这样做呢 既节省了空间 还让这个中轴变得更坚固了 这也是我很喜欢 很佩服的一个设计 我呢 其实一直倾向 使用无中轴的三脚架 因为在低角度拍摄的时候呢 无中轴的三脚架 要更有优势 这在风光摄影当中呢 会非常的常用 因为为了突出前景的物体呢 需要将相机放置到 距离地面 只有10厘米左右的高度 那有中轴的三脚架呀 通常需要把相机倒置 才能做到这么低 相机倒置之后呢 就非常不方便操作了 什么东西都是反着的 但是啊 无中轴三脚架 相比较来说 就可以非常轻松的做到了 这个马小鹿MT2542呢 它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所以它这个中轴呢 设计成了可以拆卸的设计 在包里啊 有这么一个短中轴的转接环 换上之后呢 它就变成一个无中轴三脚架了 那这样一来啊 如果高度和稳定性都相差无几的前提下 那我当然会选择有中轴的三脚架了 特别是在旅行当中的拍摄呢 有中轴可以提供更多的选择性 毕竟旅行的时候呢 带的东西越少越好 那这样就会要求设备具备更多的可操控性 功能越多呢 它就越适合旅行 所以马小鹿的MT2542这款三脚架呀 可以说是改变了我对中轴三脚架的固有看法 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选择 我呢 那它和自己手上的LS324C做了个简单的对比 我呢发现这个马小鹿MT2542在完全展开之后的高度呢 要稍微的高一些 当然加上中轴之后呢 它会变得更高了 而在重量体积和稳定性上 可以说是和LS324C不相上下 所以呢 它完全可以胜任 例如长曝光 夜景 延时 这类对稳定性要求很高的拍摄题材 这不禁让我思索 当初我为什么没买它呢 后来呀 我发现是因为这个马小鹿呢 它并没有在我常购买的那间店出售 目前呢 只能在亚马逊和eBay 国内的淘宝 京东上面买到 那希望马小鹿啊 可以早日的在纽约的B&H上架 让更多的人呢 可以买到 感受到马小鹿的精致 目前呢 那马小鹿的MT2542基本上就可以满足我日常拍摄的稳定需求了 但是啊 自从买了这个70-300的长焦镜头之后 三脚架的稳定性就受到了巨大的考验了 长焦镜头啊拍摄这个长曝光和延时的时候呢 极其微小的抖动都会导致一个巨大的位移 镜头的焦段越长 这个移动呢 就越明显 这个时候马小鹿这个更重型的三脚架 MT3542 它就派上用程了 它呢 是一个无中轴的设计 展开的高度啊 高达1米44 那说实话 这个高度呢 真的就用不上什么中轴了 加上这个云台啊 它能够有1米5了 除了能够让相机站得高 望得远 这个先天的优势之外呢 在使用的时候 如果不打开它最后一截脚管 使用比较低一点的高度呢 其实还可以有效的增加三脚架的稳定性 因为三脚架最后一截啊 它的脚管是最细的 所以用的时候呢 都是从最粗的这一截开始展开 MT3542 SV这个三脚架呢 它很适合打鸟和全景摄影 因为它自带半球水平调节 可以快速的微调水平 这样呢 就省得单配一个水平调节云台了 而且它呀 既可以安装这种普通的云台 还可以安装那种晚座的摄像云台 20公斤的这个承重呢 可以让它支撑更重的设备 像我平时用的这个全景的云台啊 它的重量其实比相机还要重 再加上使用长焦镜头去拍摄呢 对稳定性的要求就要更高了 那由于这个三脚架本身的自重就不轻 再加上呢 使用的时候啊 我降低了一截它的高度 在有风的码头测试拍摄的时候呢 稳定性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虽然使用长焦去拍摄岩石啊 仍然出现了轻微的位移 但是最终的拍摄结果呢 并没有失败 那这已经比之前失败的案例呢 要迈出一大步了 所以呢 我还是挺满足的 未来呢 我也会去挑战更多的 更恶劣的环境 到时候呢 会在追更笔记当中 继续为大家分享使用中的画面 这两款三脚架呢 都是带有云台的套装 那分别使用的是 XB 2R 和3R 这两款云台 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啊 发现我这个3R云台呢 好像是个老款 这个新款的设计呢 和这个2R 是完全一样的 这两个云台一大一小 承重上呢 分别是40和60公斤 那云台的体积越大 它的承重能力呢 就越强 在功能设计上 都是双全景的低中心云台 经过测试啊 这两个云台的稳定性都非常的好 云台底座呢 和快装板带有两个全景的旋转 快装板呢 用的是同一个型号RH2 在使用的时候呢 我发现有这么一个问题 通常相机啊 或者是全景云台呢 都是这样横向安装的 但是它这个标尺呢 却给标在了侧面 而面对我的这个方向呢 是一个水平仪 在拍摄全景旋转的时候呢 非常的不方便查看这个刻度 所以啊 我就自己在这个水平仪下边 画了这么一个标尺 这个呢 也不算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只是觉得自己画的呢 歪歪扭扭的 比较这两种云台的细节设计呢 新一代确实要更好用了 旋钮的设计呢 改为这种齿轮状的了 更方便拧紧 特别是冬天戴手套的时候 即便隔着手套呢 现在也能感觉到旋钮 是否在旋转了 在使用传统的云台的时候啊 有的时候啊 真的就是乱拧 方向和锁定的程度呢 全凭感觉 可以说是手忙脚乱的 与传统的球形云台的锁定结构不同 马小路这个阻尼锁定的开关呢 放在了这个主旋钮上 这个设计呢 也让云台的体积变得更小了 锁定的方向呢 也都很清楚的标记在了旁边 那这些细节的小设计啊 让我在使用的时候 觉得更方便了 目前呢 使用这两个三脚架 拍摄了一段时间了 可以说真的是超级的喜欢 已经尝试拍摄了 延时长曝光和全景 稳定性呢 可以说十分的可靠 当然它们的重量呢 并不属于轻型的三脚架 日常携带或者是旅行呢 我会推荐这个马小路MT2542 它的体积相对来讲更紧凑 并且拓展性很强 碳纤维的材质呢 也比较的耐用 适合旅行 如果使用长焦镜头和重型的设备啊 那咱可就没得可选了 MT3542 SV呢 绝对值得信赖 所以说呢 三脚架您一定得买好的 因为更新换代的速度呢 实在是太低了 一步到位 买一个能用好几十年没问题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摄影小货堂 我是艾蒂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在这里呢 我会分享一些旅行摄影的拍摄技巧 在后期的时候 如何可以把照片修得更好看 还有呢 关于设备的使用感受分享 那欢迎进入我的频道 查看以前的视频内容 跟着我一起玩摄影 我们下期再见